各位嘉賓好 我柯宇睿 今天 我跟陳彥宏警官 來跟各位嘉賓介紹 上次介紹到 兩岸條例 兩岸條例 的第 上次介紹到 第16條 今天從17條開始 介紹 兩岸條例 今天是2024年的 3月27號禮拜三 也是民國113年的 3月27號禮拜三 今天感到很高興 能夠邀請陳彥宏警官 繼續來參與 陳彥宏警官是我們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851畢業的移民組 然後通過警察特考 4等在警專受訊一段時間 後來又通過警察特考 3等然後現在在 在警大推廣中心 受訓這樣 他是 警大國境系 851移民組 畢業的 然後這個 他也是有 設列這樣 兩岸條例 好 那上次介紹到 16條 接下來我就從 17條開始介紹 然後等一下17條之一的 再給 彥宏警官介紹 好 17條裡面 17條是一個很長的 這一個 條文 他總共有 十項 第一項的話是 大陸地區人民 為台灣地區的配偶 我們俗稱陸配就對了 陸配 嗯 得依法令申請 台灣地區 得 得 他有權 有這個權利啦 依法令 申請進入台灣地區傳聚 經許可入境以後 得申請在台灣地區 一親居留 一親居留 嗯 在這個提到陸配方面的權利方面啊 嗯 現在 陸配的居 要拿到定居證 取得身份證是4加2 一親居留4年 長期居留2年 4加2 等於6 可是 最快6年才有拿到身份證 外配4年就可以了 嗯 嗯 國民黨 是希望說 還有 民眾黨希望 陸配能夠4年拿到身份證 啊 民進黨是說 反對 那我個人的看法啦 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應該就是說 我們最主要是怕說 他陸配來自於中國大陸 他在那個共黨統治下 對民主憲政的認知不夠深切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依照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也可以改4年 然後 但是 我建議是最好在一個考試 就是有關於民主憲政方面的考試 考試沒過的話 也是可以 申請一親居留 然後 也可以申請 不是一親居留是沒問題 也可以拿到身份證 但是要上一些課程 民主憲政的課程 這樣為什麼我們要給他限制6年 就是他 對民主憲政的那個認知度不夠 嗯 大部分的陸配來到台灣以後 對中國大陸 對祖國還是 他們都常常口中常有祖國 因為實在是沒辦法改變 就是對於共黨的政治 就是中共的統治都是 就是非常認同 這部分就是為什麼民進黨 這麼不敢苟同這樣 那我覺得他們如果民主憲政的思想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 考慮讓他縮短到4年 但是要通過 不是國家考試 就是一定的考試程序 就是 但是這個不是考試 就是類似外國人 要來規劃 要取得一個語言的考試 他就是 針對中國大陸 他不用語言考試 他一定要有那個民主憲政的認知的考試 要認同中華民國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我贊同縮短4年 但是有條件 好 第二個 前項以外 就是他不是陸配的 這十七條第二項 十七條第二項 他說前項以外的大陸人民得依法令申請在台灣地區停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話 可以申請在台灣地區商務居留工作居留 居留期間最長三年 期滿可以延期 這個比照外國人的入宿國移民法 外小居留正是三年這樣 他說 符合第十一條 受雇在台灣地區工作的大陸地區人民 十一條 我們上次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雇佣大陸地區人民 在台灣地區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這個主管機關 兩岸條例的主管機關是陸委會 可是這裡的主管機關是 勞動部 問題是我們現在還沒開放 我上一次還有找一下行政命令 就是陸委會還沒有建構行政命令 因為立法院沒有通過 要讓大陸人民來台工作 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符合第十條 第十條或第十六條第一項 來台從事商務活動的大陸地區人民 第十條 符合第十條 符合第十條或第十六條第一項 符合第十條 就是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進入大陸地區的齁 或十六條第一項 十六條第一項 商務 商務的齁 商務的 好 商務活動了 所以這一個 十七條第二項 就是 所以大陸人民來台工作可以 然後還有商務活動可以 但是大陸 大陸人民來台工作這個不用考慮 目前立法院還沒通過 所以就是商務活動 相關活動 大陸地區人民 可以拿居留 就是商務居留跟工作居留 而且工作居留現在還沒開放 所以就是 得申請在台灣地區 商務居留 這是第二項 第三項 經理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陸配齁 許可在台灣地區 預勤滿四年 每年183 可以申請長期居留 就是 預勤居留滿四年 長期居留滿兩年 等於六年 齁就可以定居 定居的話 就可以拿身份證 然後跟各位嘉賓報告齁 外國人才叫規劃齁 那大陸人為什麼叫定居 因為我們警官 哈哈哈 你要補充一下 你這是專業的啦 外國人叫規劃 大陸人為什麼叫定居 規劃是給 外國人 才可以適用規劃 國籍法 規劃是在國籍法第 第三條 就是 第三條 就是外國人 就是有符合一些要件的話 可以申請規劃 啊 因為大陸地區的名字 就是 算是我國憲法 廣義的 人 中 中華民國人民 所以 因為中華民國包含大陸地區 跟台灣地區 所以 他算是廣義的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人 算是境內啦 所以 他不算外國 所以他只適用兩岸條例的 十七條 定居 那個英雄警官你講的完全正確答案 好 就是那個 兩岸 那個 以前何龍村書長也跟我講過 兩岸不是兩個國家 是兩區喔 所以我們那個現在蔡英文總統 他叫區長 他雖然叫總統 他是區長 習近平也是區長 我兩岸是同一個國家 跟各位嘉賓報告 我以前上課 不是 現在也是一樣啦 就是 常常跟學生講 但是很多人就是 就是覺得很訝異就對了 因為我們那個是憲法 我們還沒修憲 我們是固有疆域 固有領域 但是我們有找過嘛 跟各位嘉賓找過 我們現在的固有疆域只有外蒙 對不對 好 只有外蒙 外蒙那一塊才是 才是沒有包含在中華民國領土 其他通通有啦 中國大陸啊 東北啊 香港 澳門啊 還有南海 通通是啦 還有南海的九段線都是喔 第四個 內政部 第四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十七條的第四項 齁十七條 兩岸條例的十七條 第四項 內政部可以給予政治 經濟社會 教育科技 文化的考量 裝亂許可 大陸地區人民 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 申請居留呢 列別及數額 得予限制其列別及數額 由內政部領定 報請行專業核定之 跟各位嘉賓報告 這個叫做政經社 教科文 政治 經濟 社會 第一是政治 第二是經濟 第三是社會 第四是教育 第五是科技 第六是文化 我們略口訣啦 政經社 教科文 政經社 教科文 政治的話 包含政治難民喔 上個禮拜五 移民署有邀請一些人權團體 還有各單位 要推動移民法 你列一個草案 其中有一個就是政治難民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的難民法 目前還沒有包含大陸難民 還有那個港澳的難民這樣 我們的難民法 難民法 難民法大陸來自於大陸的難民 我們是用哪一條來給它安置呢 就是這裡提到的十七條 第四項裡面的內政部得據政治的考量 專案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 通常我們這個就是只能做不能說啦 因為怕兩岸政治實在太敏感了 所以我們這個都只能做 就是只能做啦 只能做 入委會只能做 但是不能 口頭上都不會講的 不會講的這樣 好 那 那 那現在的 現在 因為根據那個 台灣首部的那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裡面 就是要推動 要把那個大陸難民法治化嘛 所以他們要想修改這一條 讓他更能夠具備法治這樣 因為他 他那個大陸難民 基於政治的理由 必須要領導民主運動有傑出表現啊 那我覺得那個好像不是來申請正式難民的 是不是應該給他頒獎才對對不對 所以那個太嚴格了 而且難民的定義是要受到破壞 而不是說領導民主運動 得到傑出的表現這樣 好 我們對大陸難民 還是大陸上領導民主運動被破壞的那種難民 我們法治上還是不是很友善的 應該是說非常不友善才對的 我是非常贊成在難民法裡面加入這個大陸難民跟港澳難民的 不過現在主流的看法都是 我這個算是少數說的 就是移民署啊還有行政院啊內政部啊 通通是說難民法裡面只適用外國人跟無國基人 那大陸難民還是適用這裡 跟各位教評報告 兩岸條例十七條的第四項裡面的這個政治 好 然後第五項 近一前兩項 前兩項就是第三項跟第四項 許可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的 這是包含陸配馬 還有這些政經社教科文長期居留的 長期居留的話那期限沒限制喔 長期居留沒有限制 長期居留符合下列條件的話可以申請定居 第五項裡面有提到前兩項就是第四項裡面的政經社教科文 第五項裡面提到前兩項是包含第三項 第三項是不是包含第三項有提到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陸配 第三項裡面有提到今第一項許可 在台灣地區一性居留的 那就是第三項是給陸配用的 然後這個第五項裡面有說 經一前兩項就是第三項的陸配 還有第四項的政經社教科文 這些專案的居留 他可以長期居留 長期居留期間沒有限制喔 長期居留期間沒有限制喔 然後可以申請定居 在台灣地區合法居留兩年 前每年一八三 所以陸配四加二 一清居留四年 長期居留兩年 就是最長六年就可以拿到那個身份證 身份證 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的齁 長期居留兩年齁 然後 但是那個十七條第三項有提到齁 陸配是不是要先團聚 團聚以後要一清四流 四年 四年以後才可以申請長期居留 所以那個第三項跟第四項差在哪裡 陸配的話一定要六年才要拿到定居證 那個如果是依照第四條的 政經社教科文的 兩年就可以了 他不用一清 因為他也不用一清嘛 因為他是政經社教科文的考量 我所謂的政經社教科文是政治 第二經濟 第三社會 第四教育 第五科技 第六文化 但是要品性要端正 沒有犯罪紀錄 喪失原己證明 喪失 我們不允許中國大陸的人民 拿中國民國的護照 以後又拿中國大陸的護照 但是我們允許香港的居民 他原有的保留的香港護照可以保留 拿到中華民國護照以後 他的香港護照不用喪失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符合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 第六項 內政部可以訂定一清居留 長期居留 定居的數額 報警行政院 核定以後公告之 第七項 第一項人員 經許可 就是陸沛 一清居留四年 長期居留兩年 以後可以取得身份證定居 有事實主任有通謀 或許有結婚的話 撤銷他的一清居留 長期居留 定居許可 及戶籍登記 強制出境 這個撤銷的話 為什麼要撤銷 不用廢子 因為他那個是虛偽通謀 所以陸委會合發給 給陸沛的一清居留 長期居留 定居許可 我們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處分 廢子是針對合法行政處分 那這裡第七項為什麼要撤銷 因為他用虛偽通謀結婚的 所以他原先的original 原先的一清居留的行政處分 長期居留的行政處分 定居許可的行政處分 戶籍登記的 全部都是違法的行政處分這樣 第八個 所以要撤銷 那撤銷的話是致死生效 廢子的話是 從廢子的致死點往後生效這樣 那這裡是撤銷 第八項 這是第十七條的第八項 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 預期停留居留 未經許可的話 在台灣地區停留居留期間 不是用前條及第一項 第四項的規定 這裡是 如果他是非法入境的 預期停留居留 不是用一到四 那也不是用第十六條 也不用適用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第二項是定居的 要件通通 所以違法入境的話 也不是用第十六條的定居 這個法律效果非常很嚴重 對當事人的權力影響非常大的 當然這個就是鼓勵大陸人民不能夠預期停留 預期停留的話就慘了 預期居留也不行 未經許可入境也是不行 第九項前條十六條 還有第一項到第五項 十七條第一項到第五項 有關的居留 長期居留定居條件 程序方式 限制 撤銷或廢止許可 這個許可是一個行政處分 針對合法的行政處分 我們都廢止 違法的行政處分 我們都廢止 及其他應遵守的事項 有內政部會同 有機關機關 訂定 報警行政院核定 這是授選命令 那這是本條例 98年6月9號修正事行前 在台灣地區許可的話 他如果他每年團聚的期間已經超過183的話 可以轉換成一親居留 這叫弱日條款 他已經在台灣地區一親居留 長期居留 每年183的話 他那個團聚的期間可以轉換成 並計為一親居留 或長期居留 轉換並計以後 再授一親居留滿四年 符合本條 十七條第三項的規定 可以轉換成 一親居留滿四年 才可以申請長期居留 轉換並計以後 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滿兩年 並符合第五項的話 就可以定居 定居的話 就是拿到身份證了 然後 現在對民進黨主張 陸沛縮短到六 縮短的事的話 他們持反對見 我是比較不認同 我這個也沒有黨派的色彩 我是純粹從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來出發 但是我覺得要經過陸沛要經過考試 民主憲政的那種考試 考不過的話 可以上一些憲政的課程這樣 我們找一些學者專家 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的體制 給他上個 考不過的話 上幾個小時 上個 上個二三十個小時 就有點不得了了 有時候八個小時 憲法教八個小時 就已經上了很多了 這二十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上完以後 他就可以取得定居症了這樣 接下來 我們請葉宏警官來介紹 兩岸條例十七條之一 臺灣條例第十七條之一 今前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許可 在臺灣地區異性居留或長期居留者 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 第一項是 前條第一項是團聚 第三項是長期居留 第三項是 長期居留 第四項是 專案長期居留 那 這三種 一清居留跟長期居留的話 可以在臺灣地區工作 目前 事務上還沒有讓 這些一清居留或長期居留者 的大陸地區人民可以在臺灣地區工作 就是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大陸地區人民 他們 他們沒有受雇主的 沒有受勞動部的 勞動部沒有發函說可以 可以那個 讓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工作 那 事務上是不行啊 對 除非他是已經定居 成為陸配 哪路規定是可以 啊 因為這條是 針對 雖然說這條規定可以在臺灣地區工作 但是事務上目前還沒有 在臺灣地區工作的大陸人 不然 如果這條真正開放的話 其實滿多大陸人都可以過來 那個 那個工作 因為 工作嘛 一定會 會連帶那個 勞健保 那勞健保 大陸地區人民可以用嗎 當然是不行 除非他是 陸配 已經 陸配 陸配疫情局有可不可以工作 好像是不是可以啊 陸配 目前是沒有聽說可以 等一下 反正他是 你又更生一下 那 那個陸委會這邊有 針對陸配這邊來工作的Q&A 那 陸委會在112年1月6號有更新 他的工作權的部分 陸配 他為了保障陸配的朋友的工作權 那是只有針對陸配朋友的部分 因為只有陸配會有那個 一親居留或長期居留 那如果是其他專案長期居留 可能就沒有 這是針對陸配的部分 那陸配工作權 是因為他跟 台灣地區人民有進行結婚嗎 第四項也可以 政經社教科文也可以 第四項 政經社教科文 對對對 你要補償一下 好那第一項 這個Q&A第一項 陸配朋友工作權 可以 可以 結婚登記 之後一親居留 不用申請工作證就可以工作 然後第二項 再下來一點 第三項是針對公職 公職一樣 因為他沒有 陸配取得身分證之後 他還要依據兩項條例 第21條 事情細則第20條 公教公營事業職務 是要 滿十年 涉及滿十年 但是 剛剛是講說公職的部分 公職的話 參選 參選那個 參選總統、副總、候選人 那些的 是要涉及滿十年 不是 是十年 二十年 十年 然後 公職事業人員 公職事業人員 公職事業人員就不用十年 然後 如果是 專案長居 那個 教 科 科什麼 政經社交科文 政經社交科文 這些 類別的話 一樣是有 工作權 因為他是專案長期居留 然後 如果是 陸配的長期居留 跟 異性居留 一樣 是居留工作權的 對對對 那這是第17條之一 針對 異性居留長期居留 可以在台灣地區工作的規範 好 謝謝葉宏警官 他這裡有提到 這是陸委會的那個網站 Q&A 他有提到 他說 團聚階段 可不可以工作 他說為了保障這個陸配 工作權 本會的陸委會 已修正17條之一 就是剛才葉宏警官提到的 他說 以前的 這裡有提到 金一千條 十六條第一項 要抱歉 十七條第一項 十七條之一的 千條就是十七條 十七條第一項就是 陸配 然後第三項的話 也是陸配 在長期居留期間 第四項 就是政經社 就是第四項 就是內政部 基於政治 經濟 社會 教育 科技 文化 考量的專案 長期居留 政經社 教科文 他說這個陸配的 一千居留 長期居留 期間 還有那個十七條 第四項 政經社 教科文的 長期 專案 長期居留 這些居留期間 通通的工作 所以說你看 這跟各位嘉賓報告 他說本會的陸委會 98年的時候 已經修正兩案條例 第十七條之一 陸配通過面談以後 辦妥結婚登記 向移民署申請一親居留 一親居留 就是十七條第一項 在台灣地區一親居留 享有完整的工作權 不需要申請工作證 不需要申請工作證 好那我們繼續 十八條 十八條總共有五項 十八條 十八條總共有五項 這個五項裡面都是 十八條總共有五項 這五項裡面通通是大陸 要把大陸地區人民 強制出境的一些要件 他說第一項 進入台灣地區的大陸人民 有下列情形的話 移民署得強制出境 並限定期於十字內出境 好 十天 限制他十天以內出境 那個預限定出境期間 沒有出境的話 移民署可以給他強制出境 所以我們會先給他限定出境 限定出境 先限定他十天出境 超過十天不出境的話 那移民署可以強制出境 就是有下列情形的話 可以進行強制出境 或限定他十天出境 限定他十天出境 限定他十天出境的話 限定他十天出境 限定他十天出境 哪些要件呢 第一個 未經許可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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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 經許可入境 已經超過了停留 停留是六個月以下 居留是六個月以上 或撤銷費值 停留 居留定居許可 十八條裡面的這個 第一項第二款裡面 有那個 撤銷費值 停留 居留 定居許可 這個停留 居留 定居許可 事實上就是一個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 就是入委會 基於公法 兩岸條例 就是具體個案 所謂的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的決定 或措施 讓他撤銷 廢止他的 這些 定居許可 他就沒有 就撤銷他的身份證 對他的權利義務產生 得上變更 好 那撤銷 就是違法的行政處分 廢止就是合法的行政處分 好 第三款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 或工作 第四款 有事實主任為有犯罪行為 好 第五款 有事實主任有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餘 好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 這個 這個 就是給入委會建立 移民署建立 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 這個因為他 現在除了國家安全以外 軍事安全是非常重要 尤其兩岸關係特別敏感 所以我認為要修 我建議要改成這個樣子 就是有事實主任 有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全 應該再加幾個 判償 國家安全 危害到國家安全 軍事安全 國土安全 或社會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餘 第六個 非經許可 與台灣地區的公務員 人員 以任何形式 進行涉及公權力 或政治議題的協商 好 這個是 十八條第一項的五款 好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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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規定的 就是根據兩岸條例 還有港澳條例 它 有訂定一個 對於大陸人民 跟港澳居民 強制出境的一個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裡面 它 它裡面就是說 哪些情形可以強制出境 第一個 未經許可 就是那個 大陸地區人民 將大陸地區人民 還有港澳居民 強制出境的一個行政命令 好 然後第二個要件 就是在台灣地區 無一定的住所跟居所 這個好像也是行政命令 違反了母法 違反了法律保留 第三個 有事實主任逃逸或不願 自行出境之餘 好 這個是還好 因為他 他 他不願意 但是這個也違反母法 因為為什麼呢 母法沒有規定 然後第四款 在台灣地區外 涉嫌犯罪後 有犯罪習慣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違反法律保留 因為母法 兩岸條例18條沒有規定 行政命令也有提到 有危害國家利益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這個呢 母法也沒有規定到 所以那個 有兩岸條例跟港澳條例 授權的 訂定的行政命令 那個行政命令 事實上是違法的 就是 不是說違法 是合法 但是它構成要件 把大陸人民驅阻出境的 那個 強制出境的構成要件 擴張了母法18條的規定 事實上是違法的 違反法律保留 18條的這個第二項 內政部移民署 於知悉前向大陸人民設有刑事案件 已經進入程序者 可以在強制出境十天前 通知司法機關 該等大陸地區任命 出境依法 羈押 居體 管收或限制 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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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執行法 也有管收 或限制出境者外 內政部移民署 得強制或限定出境 好 第四項 這是 18條的 這個 18條 18條的這個 第三項 第三項 內政部移民署 於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之前 應該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就是 陳述意見權 強制已經取得居留 不包含停留 居留或定居許可的 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 應該召開審查會 當事人有效率情形的話 可以不盯審查會的審查 直接把它進行強制出境 第一個 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 或志願出境 第二個 以其他法令規定限定出境 第三個 有危害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或是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情況擊破 應有應及時處分 我建議這個地方 也是要修改一下 有危害國家利益 國家安全 軍事安全 國土安全 再講到這幾個字 兩岸條例的18條 18條第四項 第一項所定的強制出境的處理方式 這個處理方式 這裡有提到 還有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的辦法 有內政部定制 這個就是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強制出境辦法 就是這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的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剛剛我就跟各位嘉賓報告說 第六條 這裡 第六條裡面 第六條裡面的這一個 這五款 這五款 我們看一下這五款 它說大陸地區人民 有兩岸條例18條 第一項 港澳條例14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然後移民署得於強制出境前限定他四天內出境 有下的情形之一的話 移民署可以給他強制出境 那這個的話 因為要把大陸人民強制出境 所以他一定要符合母法18條 18條第一項的規定 各位嘉賓報告 我們來比照一下這一個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裡面的這個第六條 跟兩岸條例18條來對照 第一個未經許可入境 有 這個兩岸條例18條第一項第一款有提到 然後第二款呢 在台灣地區無一定的住所跟居所 這個就擴張了兩岸條例18條第一項的範圍的 就是違反了法律保留 第三個 有事使主任有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境之餘的 逃逸 逃逸的話 他這個母法18條他也沒有規範 然後第四款在台灣地區外 涉嫌犯罪以後有犯罪習慣的 這個移民署可以把它進行強制出境 這個對大陸人民的人身自由啊相關的權利 侵害非常非常非常嚴重 可是母法也沒規定 既然規範在這個行政命令裡面 這個也是違反法律保留 然後第五款 這個 這個行政命令叫做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 第六條第五款 有危害到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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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我們的母法是怎麼規定呢 有事使主任也有危害國家安全 可是我們國家安全 可是我們這個行政命令把它擴張到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不等於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包含了政治啦 經濟啦 社會啦 宗教啦 體育啦 國家利益範圍太廣了 公共安全 我們的母法裡面有沒有公共安全 我們母法裡面沒有公共安全 是只有國家安全跟社會安定而已 公共秩序 母法也沒有提到公共秩序 或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母法也沒有提到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所以他這個 這個行政命令裡面的 這個行政命令叫做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強制促進處理辦法裡面的第六條 第六條裡面的 第六條裡面的 第六條裡面的二三四五款 全部都是違反的法律保留 違反的法律保留 這個 重那個 嚴重的侵犯到大陸人民的人權 這個部分恐怕要 要以後要改進一下 要修法 要留意一下這件事情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介紹18條的第五項 第三項的審查會由內政部臨聘有關的政府機關 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其中單列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的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那 我是建立啊 像這種審查會啊 這個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去出席啊 這個移民署要記得發那個出席費給人家會比較好一點點 審查會啊 不要人家叫人家做白宮 這個18條的第五項 前三項審查會由內政部臨聘有關機關代表 機關代表他是出差的 就是他執行公務嘛 他就不用領出席費了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組成的那個 這些委員啊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出席的話 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就是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記得給他那個出席費啊 出席費 移民署好像經費費用好像都不是很很充裕 這個是跟移民署報告 長官報告一下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事情 這樣齁 就是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的出席費齁 現在的行情是2500 現在的行情2500 跟移民署的長官報告一下 免得到時候又忘了給人家 好 接下來我們 再恭請夜紅警官繼續報告 18條之一 18條之一 第一 前條第一項受強制促進處分者有效益情形之一 且 非與收容難以顯然強制促進 內政部移民署得贊與收容 這是第一 這是前項 18條第一項前段 得贊與收容的情形 那 收容期間 自贊與收容時期最長不得於15日 且應於贊與收容的處分做成錢 給予當事人 陳述一件機會 那有哪些情形呢 第一款 無相關旅行證件 或其旅行證件仍待查核 不能依規定執行 那無相關旅行證件就是 他的 他沒有財包證 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 的護照 大陸地區的護照有分 欸 他沒有分嗎 對 沒關係 這個 反正就是旅行證件 就旅行證件 然後 第二款 有事實主任 有刑法不明 逃逸 不願自行出信之餘 然後第三款 於境外遭通器 那 這條是有經過修法 好幾次修法 是因為有大法官私事710 大法官私事710 他有提到說 那時候是針對說兩岸條例就 那個 大陸地區人民強制促進繼收容案 那因為強制促進犯法鎖定收容事件 他的室友未經法律明確授權 是否違憲 因為本條第18條之一有規定 原本 18條之一第一項是得戰與收容 是第一階段收容 還沒有履行政見的話是第二階段 是第二項的 序語收容 先看第二項 戰與收容期間屆滿前 內政府移民署任由蓄與收容之必要 應於期間屆滿5日前付據理由 向法院申請裁定蓄與收容 蓄與收容期間是戰與收容期間屆滿時期 最常不得於是主日 所以 應該要與戰與收容屆滿5日前 然後移民署這邊提出理由說 為什麼他不能 他為什麼要再 再蓄與收容 然後 而且要有蓄與收容的必要 要有必要且有理由才可以蓄與收容 然後又經過法院 地方行政法院來裁定蓄與收容 現在法院 現在行政法院 那個 又改字喔 所以要向行政 地方行政法院的 是地方行政法院嗎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庭 地方行政庭 對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庭 來裁定蓄與收容 然後蓄與收容期間 至暫於收容期間 建滿時期 最長不得於45日 然後再來是 延長 這是在 再來是延長收容 第三項 蓄與收容期間建滿前 有第1項客款情形之一 內政部移民署 任有延長收容 致必要者 一樣是任有 一樣是有必要且有理由 然後向法院申請裁定延長收容 所以第1項是 暫於收容 第2項是延長收容 第2項是蓄與收容 第3項是延長收容 分成三個階段 延長收容期間 是蓄與收容的建滿時期 最長不得於是10日 所以總共大陸地區人民 收容期間 最長是 15日加45日加40日 總共150日 總共100日 150日 還沒講到第4項 第4項 前項收容期間 期間鑑滿前有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 內政部移民署任有延長收容之必要者 因與期間鑑滿前5日 付居理由 再向法院申請延長收容一次 自統稱 再 呃 統稱叫什麼 再與收容 再次收容 延長收容期間 自前次延長收容期間鑑滿時期 最長不得於50日 那1到4項都是 是 是暫於收容延長 蓄於收容延長收容再延長收容 總共 總共15加45加40加50 總共150日 所以最長 大陸地區人民得收容 150天 那超過150天 那就是沒有 任何理由 就是要強制出境 那第5項 受收容人有得 不暫於收容情形 收容原因消滅 或不收容之必要 內政部移民署得 一一職權 四起行刑分別為 廢止暫於收容處分 停止收容 或為收容替代處分後 釋放受收容人 如於法院裁定準於 蓄於收容或延長收容後 內政部移民署 停止收容時 應即時通知 是原裁定法院 所以第5項是 得不暫於 第5項就是 收容替代處分 就是如果有 得不暫於收容的情形 收容原因消滅 或收容之必要 然後 內政部移 移民署依他的職權 就是可以直接 那廢止 他的收容處分 或是停止收容 跟收容替代處分 那直接釋放受收容人 那法院裁定準於蓄於收容 或 後段是指說他已經 法院已經裁定了 但是 內政部移民署但是他已經停止收容了 那應該要通知 內政部移民署這邊要通知法院 第6項是 受收容的人涉及刑事案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者 內政部移民署於 失息後強制出境時事前 應通知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任有 羈押或是 簽制出境必要 應有其處理 不得進行強制出境 第6項就是 有些受收容人有 涉及刑事案件 那已經 司法程序 那這時候司法程序跟 信證程序是 並行的 那 還是依照 司法程序要優先喔 所以 內政部移民署 稚後強制出境時事前 然後 終知司法機關 他有這個 他有得強制出境的 是那個 原因 理由 然後 司法機關那邊 通知 受通知到之後 法院認為有 機要或限制出境 必要再有 司法機關來這邊 來做裁定 是否要做機要或是後續的限制出境的 一些裁定 然後 移民署這邊 行政程序雖然 一樣繼續進行 但是 不能 執行強制出境 那相關的 什麼裁法 什麼一樣 都可以繼續 進行 那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司法機關這邊的裁定 而有 停止執行的 工作 第七項 這是因為有修法 所以 會有進行 這樣的解釋 本條例 1084年6月2號修正 條文事情前 大陸地區人民如一 司法機關負責 或收容 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 其餘修正施行前之收容日數 仍適用修正施行前 折體刑期或罰定 數而至規定 104年6月2號 第八項 104年6月2號修正施行條文前 已經收容自大陸地區人民 其餘修正施行時 修容期間未有於15日則 內政部移民署 應告知期的提出送用意義 這是施行條文前 施行前喔 施行前那已經有 還沒滿15日則 應告知期的提出送用意義 因為舊法沒有提出 沒有這個送用意義的 規範所以 本條 本條第八項再次 規範說 修正施行前如果有這個情形的話 應該要可以提出送用意義 然後15日 建滿任有蓄與收容必要者 應於期間建滿前 付居理由向法院申請蓄收容 那15日60日則 任有蓄與收容延長收容必要 應付居理由 申請蓄與收容延長收容 同一事件第九項 收容期間合併計算 最長不得於150天 那一樣因為本條項有修法 因為 大法官司制710 修正施行前跟修正施行後 收容期間不一樣 所以修正施行前 前後的期間 應該要合併計算 第九項 最長不得於150日 第十項收容替代處分 得不贊於收容之事有依異程序 法定障礙是有贊於收容處分 收容替代處分 強制促進處分 做成方式跟廢止收容程序 再贊於收容規定 遠距省理 其他遵行事項 准用移民法38條 38-1條 38條-3 38條-6 38條-7 38條-8 38條-9 通通准用移民法的38條 之一的強制促進處分 收容規定處分 11項 收容處理方式 程序管理其他遵行辦法 有內政部定資 這邊就是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管理 收容管理辦法 有內政部定資 第12項 前條第18條 及第11項規定 本條歷事行前 進入大陸地區人民 本條歷事行前 進入台灣地區人民 進入台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 遵用之 所以 本條一遵行前的 大陸地區人民 應該也要遵用 不管他沒有修法前修法後 都是一樣遵用本條的 18條之一 18條之一 憲法 4-710 強制促進辦法 針對收容處分 針對收容處分 有做規範 然後 因為 那時候沒有給他 沒有給他陳述一件機會 然後就給他佔於收容 也沒有明確的 事有跟期限規定 所以有這些問題 然後710解釋 認為說 18條第1項第3項 相互符合 簽法第8條 保障人身自由 然後18條第1項規範 因為一樣是 沒有明確授權 沒有 沒有明確性原則 所以 不夠具體明確 然後應該要 法律 立法院這邊來做調整 所以才會有18條 第1項各款 目前的法律規範 然後強制出席辦法 然後強制出席辦法 是沒有經過 法律明確授權 造成有違憲之餘 才做 違憲審查 因為之前 舊法 戰與收容 衛設期限限制 現在因為有150天的規範 所以 之前有過度剝奪 人身自由的 的 的考揚 然後跟 憲法比例原則 人身保障 人身自由保障 一直有違背 所以 依照 大法官司 710 修法後 18條 之一 更改為 15日戰與收容 第2項 45日續與收容 第3項 40日的 續 延長收容 跟第4項的 再延長收容 50天 所以總共150天 然後 收容的部分 修法後 因為 說修法後 一樣要經過法院裁定 才得戰與收容 跟 再收容 憶上收容要 再收容 但我覺得這裡有違憲之餘 就是 民主可以直接違反 可以直接 得 得戰與收容 不行 對啊 剛才彥虹警官提到的 這個 兩岸條例 這個戰與收容 在18條 之一的第幾項 是不是 第1項 這個 戰與收容 現在 現在 跟各位嘉賓報告 18條之一 前條第1項 受強制出境處分 前條是18條 有下列情形 非與收容 顯然強制出境的話 移民署得 給戰與收容 戰與收容是15天 把人關15天 不需要經過法院同意嗎 這是嚴重的 違憲 警察居留都不行了 移民署 戰與收容 那 憶上警官 為什麼 那你的想法跟我一樣 戰與收容15天 真的是 把一個人關兩個禮拜多 像我以前在陸軍關要受訓 18歲的時候 那個要放假的時候 你給他禁假 一天的話 不得了 感覺好像剝奪很多 自由一樣 邀請警官 你覺得 為什麼戰與收容 必須要經過法官保留 你覺得 雖然說行政程序法 沒有保障外國人 在 沒有保障外國人這一塊 但是 那是行政程序的部分 那針對 大陸地區人民 這一塊應該不算是外國人吧 那 因為 移民法跟 移民法是移民法 那跟行政程序法一定有關聯 那兩岸條例是 大陸地區人民是受兩岸條例的規範 那 兩岸條例應該不算 應該跟行政程序法是同位階法律位階 所以應該 不算不受行政程序法 那個第3條 然後那個 外國人不受 不受行政程序法的規範 範圍內 所以 那既然 因為 雖然大法官是這樣解釋說 移民署有這樣的權限可以直接 得佔余收容處分 但是 畢竟這個佔余收容處分是15日 最長就是15日 但是 我現在 人身自由是 人身自由是不得 分秒 分秒都是很珍惜的 很珍貴的啦 24小時的 台灣地區的 我國人民24小時就要提審了 那為什麼外國人是要 外國人是15日才可以 大陸 外國 外國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15日 就不分 外國人 大陸人 港澳人 都是15日 那 雖然外國人也可以提起提審 但是 收容處分就是等於類似居留 類似 行政法的居留嘛 居留 社會法的居留都已經刪除了 那為什麼 收容處分的 佔余收容 還是仍然維持15日 然後不用進法院來這邊做裁定 就可以由移民署這邊來做 處分 收容那個 處分書給外國人 然後居留在 不是居留 在 在收容所進行 居留 收容的 流程 這樣 醫生警官你再報告一下收容申請事件 申請事件是有 送意義 這個是113年3月起 這是司法院的流程 那移民署是否可能做成收容申請事件有 有必要跟 分為有必要跟沒有必要跟 德不收容的情形 如果有必要的話 並無德不收容的情形的話 並無德 不予 所以是可以嗎 對 不予收容 並無德 不予收容 所以要收容 對不予收容 沒有不予收容 就是負負得罪 一定要給他收容 所以要收容 那 這邊法院可以做成以下的那個 裁定 要收容 但是 有收容必要且有要收容的情形 所以是 法院可以做成意義駁回 就是如果收容人 這邊有提取意義的話 法院可以駁回 然後 也可以準序收容 因為 因為暫於收容是 移民署可以做的決定 處分署 那法院可以做 序收容 延長收容 跟再延長收容的 裁定 這是有必要跟 得收容的情形 對 法官 法官 對 對 就是延長 序收容的時候要 訓問嘛 法官訓問 移民署 當成數 然後有 室友 一定要 陳述跟有室友 然後有移民署這邊 可能 做成 替代處分 所以 司法院也蠻尊重移民署的喔 還會徵詢移民署 是否可能做成替代處分 然後 無收容必要或符合 或符合的不予收容 的情形 所以就是沒有必要或是 可以不用收容 就是 可能也沒有什麼 他自己有護照啊 或是已經有 旅行文件 所以可以進行回國的那種情形 啊法院可以做一下裁定 釋放收容的人 那或是駁回 因為前面這裡是 要收容嘛 所以要 准嘛 要准 准這些裁定 然後這是駁回 因為他沒有 必要也沒有清醒 所以要駁回 這些申請 然後釋放收容的人 然後移民署這邊可以再 進行那個 抗告 才一定可以抗告 如果要把它釋放的話 可以進行抗告 這是舊的喔 113 3月1號以前 我們要看新的 要看一個新的 這裡 那你再繼續介紹一下 應該一樣可以抗告吧 左邊是送114件 15日 先確定一下是不是113 等一下讓我上 對對對 收容申請事件 你可以介紹一下 救濟程序流程 介紹這個 114件是15日內的時候 有移民署這邊做成 佔於收容的處分 那 114件嘛 就是收容人跟 他的親屬提出申請 移民署 受理這個114小時內 他也要將那個移民 受送人跟那個 意義書 連同移送法院這邊來做 審理 裁定 要有視訊 視訊 喔 視訊 對 高等行政法院行政地方行政訴訟庭 來做 一省 然後二省是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一二省 一樣都是二省制 然後因為這是檢疫事件 先送申請事件是檢疫事件 所以 只有二省制 16到60天 適宜收容 那移民署申請 不用經 不是經由這個 不是 這不是意義 這是適宜收容 就是移民署這邊才提起 一樣是二省制 那延長收容都是二省制 那這是再收容事件 這是移民法 38條之次 規定再收容 再延長收容 延長收容兼滿時期 最長不得於40天 每次 每次不得於40天 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他可以延長一直延長到一直無限40天 恩賜 這個有點好 你要不要 批評一下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是新修法規定嗎 對對對 這樣 這個問題點在哪裡 你覺得呢 那大陸人有適用嗎 沒有大陸沒有 大陸人是150 你覺得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 每次最長不得意 很大的問題啊 老個問題 每次 是指再延長收容嗎 對對對 所以他可以無限次的再延長收容事件 關到腦 對啊 等於長期 比那個終身監禁 比那個 有期族行還要久 呵呵 你有問題點在阿廷 變無期族行的齁 對啊 這個有違憲吧 大家管他的 有違憲 那提出意義就是 不是提出意義 申請 收容 提出申請停止收容 那這邊一樣是二省字 地方 行政訴訟庭跟高層行政訴訟庭 一樣有四個期間 暫於收容 蓄持收容 延長收容 跟再延長收容 總共150天 外國人不一樣 外國人每次可以到 再延長收容 這是100天外國人 對對對 100天以後可以再延長收容 每次40天 次數沒限制 所以他可以 100 140 180 220 220 260 300 因為我挺過來 340 每次40天 沒有次數限制 你就 可能會問題點在阿廷 有期族行可能都沒那麼久 有期族行最短六個月嘛 是六個月嘛 啊 居易也 也不過幾天 然後收容事件就可以 長期 就可以把 這個收容到 100 100天 甚至 200 200300天 那這樣跟 有期族行有何差異 那這是奇怪的點 我們現在有那個 刑事 刑事 妥訴審判法 訴審法 最常可以關五年 我們那個 在野場收容是 他這個是100天對不對 他是這樣 要很奇怪 暫與收容 序與收容 延長收容 15天 然後再來是那個45天 是不是60天 再加上40天 這樣 100天 100天以後了 101天 因為這16天 60-15天 是不是45 序與收容 再與收容15天 序與收容45天 延長收容40天 那大陸人是不是再延長收容50天 就沒了嘛 就要把它釋放了 外國人是說這樣 他可以從 第101天 以後可以再延長收容 再延長收容 自前次延長收容 劍滿10起 每次最長遇40天 沒有次數的限制 這樣好 那 我們的刑事 妥訴審判法 最常是 關五年 就我們的移民法裡面是可以關 無限期 變成無期徒刑的 所以把那個收容事件變成無期徒刑 這個 移民署定然定出這種 至少很違背人權的那個法律 實在很令人驚訝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移民署的長官 報告 這個再延長收容 每次不得超過40天 這個要 要考慮一下 要跟那個刑事妥訴審判法 最常 恐怕要有最長年限的限制 最長五年 還是沒辦法把它遣送出境的話 一定要把它放出去 一定要把它 放出去 好 好 好 那這個是那個收容意義 接下來再 跟各位嘉賓 報告一下 這個 18條 之二 18條 之二 好 18條之二是 大陸地區人民 預期居留未滿30天的話 預期居留沒有滿30天的話 原來申請原因還在的話 還可以繼續 存在的話 金一 87條第1項 87條之一 87條之一 他說原來的原因還 這個預期居留未滿30天可以重新申請居留 87條之一 87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民 預期居留 預期居留 移民署給他處罰2000到1萬 2000到1萬 除罰以後 得向移民署 重新申請 等下 等下 連政部移民署 重新申請居留 不適用第17條第8項 不適用第17條第8項 第1 就是一清居留 然後一清居留滿3年可以長期居留 就是不適用 16條 還有17條 1到3項的 1到4項的規定 然後18條之 嗯 18條之二就是說 如果你繳錢的 嗯 處罰以後沒有超過30天嘛 而且他原因還在的話 而且有繳 繳錢2000到1萬塊以後 他就說 事實上就是還可以適用16條 不是 因為17條 第8項就是說 不是用16條 不是用17條 1234項 那 這個是17條的第8項 然後不是用17條第8項 就是說 負負得證嘛 所以說可以適用 可以適用16條 也可以適用17條的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那18條之二第2項 前向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長期居留或定居者 核順在台灣地區居留期間 應扣除1年 就是因為他 他是沒有超過30天才可以給他扣1年 所以這個還是鼓勵大陸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要守法就對了 不要遇取 停留 居留 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請彥宏警官來介紹一下第19條 在彥宏警官在介紹第19條 強制出境的事有的時候 剛才彥宏警官有提到說 18條之一 佔與收容 對不對 要經過法官保留 我是完全贊同彥宏警官的觀點 我以前 我從 從 學術研 從事學術研究到現在我就覺得 反正剝奪到人生 自由的 你超過24小時就一定要 適用法官保留 適用法官保留 這個兩岸條例裡面的 這個 佔與收容 對大陸人民 佔與收容15天 不用經過法官保留 這個事實上是嚴重的 違反的憲法第8條 就是 移民署 他自己又是執行單位 是執行官 執行強制 就是收容的 佔與收容 然後他又 充當法官的角色 就是 求援 又兼裁判 這樣他當然判自己贏 對不對 他已經判自己說 大陸人民有收容的必要 然後他會 他會收容的話 就是 有很多 原因大陸人民是 處於在弱勢的階段 就是比較弱勢的階段 移民署還是代表國家 比較強勢的 這個 武器不對等 我覺得武器不對等 那我們應該給那個大陸人民 背後給他support 就是 法官要給他撐腰 法官給他撐腰 但是法官撐腰也不一定會給他准 雖然我們主張是佔與收容 要經過法官同意 這些案子 通常法院是不准 會 會佔 准收容 會准收容 不准他 你的意思是說 他 大陸人民說不用收容 法官應該是比較不會准 法官大概99%都站在 移民署的立場 不過 也不排除 極少數的案件 真的是不需要 佔與收容 那我們就是 要 要 左眼於那些 極少數的 大陸人民 或許他真的不需要佔與收容 還是要經過法官 保留比較好 我們 這個18條 之一的 第一項佔與收容 還有移民法 對外國人 佔與收容 不經過法官保留 事實上都是歧視外國人 歧視這個大陸人民 嚴重的 嚴重的歧視他們 他是每次就可以再延長收容一次 喔你應該講這個 讓你很驚訝 對無限次 他是有 有再新增每次這個兩個字嗎 有啊 這兩法條會有 原本應該 原本有每次嗎 沒有 對啊 沒有 原本就只有 佔與收容 蓄與收容 那個延長收容而已 延長收容 因為這是 這是 外國 那個 入出國移民法 佔與收容 是因為針對疫情 然後修法這樣 這個部分 有可能是這樣 增加一百 一百天以後 很多人送不出去 就增加一個 再延長收容 每次40天 啊 每次最長不得超過40天 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這個 這個就變成說 這個 入出國移民法更嚴重 移民署更嚴重 把那外國人就把他抓起來 當無期徒刑 就是直接把他 判無期徒刑 雖然還是有法院這邊來做 順播啊 但是 但是送不出去 事實上也是 他真是事實啊 因為他就是沒有旅行文件嘛 對對對 那法院這邊應該也會覺得說 啊你就是沒有文件 所以 准你再收容 延長收容 再延長收容 一直關下去 那這應該會有 行政法庭的 院 那個庭長會有 想要提出那個 釋線吧 釋線 好 拜託 憶永警官再介紹一下 這個 19條 19條 強 強 強制出境嗎 誒 自己有想 等一下 台灣地區人民依規定保證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者 於被保證人借其不離禁時 因協助有關機關強制其出境 那這邊強制有關機關就是移民署 那 並負擔其強制出境所支出之費用 那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強制出境的費用就是由那個保證人來做 支付 那如果他不想支付 那如果他不想支付的話 因為他有欠保證書 所以 移民署這邊可以做追繳 對這個保證人做追繳 然後 19條第2項 形象費用 得由強制出境機關 檢據單據 影本計算書 通知保證人 限期繳納 限期不繳納 依送 依法依送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就是 由這個 行政執行署 來這邊做強制執行 那19條 好 電話請問我向你請教 依法 依送強制執行 這個是屬於民事 那個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 還是行政執行法 為什麼會是行政執行法 為什麼是實證執行法 他是 他是不繳納那個嗎 不知道保證人非用嗎 保證金是 他的性質比較像是 我不知道這個沒有判決 定性他的意思 他的意 那個法律性質 保證金 他的 他有點算是供法上那個 金錢給付義務 執行法第二條應該是 有包含 供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行為不行為義務 跟強制執行 即時強制 所以他算是供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保證金 他不繳納的話就是 違反這個給付義務 沒有繳錢的話 依照行政執行法 由行政執行所這邊來做行政執行 英雄警官 行政執行法第二條他提到 本法所稱的行政執行 那個移民署嘛 移民署這邊是 算是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依照那個主體說 比較像是 他不算 私人 他不算那個 他沒有 他不算那個叫什麼 司法 不是司法人 就不是 人民跟人民之間所 對等的地位 啊還是有點 那個高權 高權 行政主體的概念 啊他不是 類似說 行政契約 可能對 地位平等 的 方面 來做 簽訂 契約 啊來 來有 再來有那個民視 判決這邊來做 追調 追常 但是 因為這個是 公法 公法 公法上行政機關來對 人民來做追 來做這個追討 保證金的部分 所以還是有點 那個高權地位在 那不是 不算是司法關係 不算是司法 司法關係的 司法關係 除非你是說保證金 你跟銀行之間 有做 有做對保 人民跟銀行有做對保 或是你跟 你的朋友簽戒據 或是 簽什麼保證 契約什麼的 那才算是司法關係 啊這算是公法關係 所以是 第二項 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二條的 公法上進行 及付義務 算是公法關係 公法上法律關係 謝謝葉宏警官 應該是這樣啦 公法進行 及付義務 那我這個是 給移民署的長官建議 因為這個你要向 移民署要向那個保證人 追繳錢 保證人 保證不是一個人在一個呆 人呆 人呆 有時候我們就考慮到那個保證人的那個經濟啊 所以我們 我們要強制出境的時候 我有想到一個方法 在葉宏警官剛才在報告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第19條保證室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 應由 有關機關 強制出境 那是不是我們都會給他 灌在那個 移民署專情隊的送用所對不對 然後強制出境 我建議我們移民署要給他 大陸人強制出境的時候 可以做那個 連駕航空 連駕航空 找那個比較便宜的班機 就把他送上去 這樣的話 費用會比較低一點點 降低保證人的那個經濟 降 降低保證人的經濟負擔 好 在這結束之前 葉宏警官你覺得對大陸人民的收容 這個部分 哪個部分還需要再強化一下 對大陸人 大陸人民 剛才我們報告的 你報告的這個 18條之一啊 還有18條 18條之一 你覺得哪個部分需要再 做一個強化的 未來修法的方向 我覺得大陸地區人民的 張宇松 那個收容期間太久了 150天 因為畢竟 他不像其他外國人 像非洲或是中南美洲 那種遠距離國家 很難辦到那種旅行文件 才有辦法 延長到150天以上 那大陸地區人民 頂多叫他 對岸的親朋好友 辦一下那個旅行文件 辦一辦 寄 有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快遞寄過來 應該不用幾天吧 對啊 所以應該不用到150天 太久了 除非 他是真的有 通緝或是 新疆啦 東北 但是不管啊 新疆一樣是 核發的旅行文件 一樣是有那個大陸地區 的 他是各省份來做核發嗎 我不曉得 對他們說 假設這個大陸的民視住在東北啦 新疆啦 烏魯木齊啦 很遠的地方啦 他們 清藏高原 清藏高原或是一些雲南地區啦 對對對 不容易言錯 東北 東北遼寧省那種 對對對 他們用這個理由 所以也是有那個 天數的考量 對對對 但是 雖然說現在外國人已經延長到150天了 喔沒有沒有 現在是無限期 對阿大陸 跟大陸人 不上向下了 以前是外國人比較少天 現在 現在 現在是還比較多天 大陸人 外國人是 100天以後可以 每次延長40天 不斷一直延下去 對阿大陸人至少150天的天花板 所以應該 又有點歧視的概念在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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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條的那個 強制促進的那些室友其實也蠻 因為那個不確定法律概念都是 都是尊重行政機關來做解釋 有行政裁量 有行政可以 可以做行政裁量 不是行政裁量 就是可以做法律解釋 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 是不是有違那個 法律明確性或是 法律明確性的部分 是 除了 地區人民及香港 澳門居民強制促進 處理辦法 這個部分的第6條是 第6條裡面的 2345 都完全違反了 母法規定 就是你剛才提到 葉宏警官提到的 這叫授權明確性 還有一個法律保留 因為那個 他的母法裡面沒有提到說 在台灣地區外 涉嫌犯罪有犯罪習慣 在台灣地區外 涉嫌犯罪有犯罪習慣 我們的母法裡面沒有 增加母法所沒有的限制 很嚴重很嚴重的侵犯到 大陸人民的那個 在台灣居有的權利 就是 母法變成無限的擴張 無限的 不是母法 執法 執法 執法無限擴張的 母法的那個範圍這樣 這個 我覺得這個兩岸條例 兩岸事務裡面 充滿了 尤其兩岸條例 兩岸條例定念的 這個 這個辦法 兩岸條例定念的 授權定念的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強制促進處理辦法 有很多的那個 對大陸人民的歧視 還有違反了憲法 違反了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違反侵害到人民的那個 違反憲法第八條 憲法第八條 人身自由權的保障 還有違反了法律保留 違反了授權明確性 就是對大陸人 就是 很歧視就對了 這部分真的是要由 我們就是我們成立入委會 是要改善兩岸關係 不是用來歧視這些 不是要對立兩岸關係 不是要來歧視這些大陸人民 這個恐怕就是說 跟入委會的長官要 建立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大陸人民也是 中國大陸也是我們台灣地區的領土 邱泰三委員 齁邱泰三委員 哈哈 太一文 要考慮一下大陸人民的感受 要把它當作自己的同胞來對待 謝謝你的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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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